哈囉大家好 我是鄭敬華 我在裡面飾演的是羅毅勇 勇哥 大家情人皆快樂 我身邊周遭就是 應該是那個吧 要去尿尿不能去哪裡 要去尿尿不能去哪裡 我還是七谷 那個地名 七谷 七谷嗎 有七谷這個地名嗎 七谷岩山 因為會尿到岩 七谷 哈哈哈哈 是不是就每天都有進華在 我們都心情就是很很很 不知道心情要怎麼表達 就是他每天就是一定要在梳化的時候 就是一直煩大家 就走到旁邊 然後開始進行他的冷笑話比賽 而且是只有他自己跟自己的比賽 他每天都會想出一個 所以我們大概拍了應該有100多天 他應該就有100多個笑話機 他把所有的笑話 就是網路上的笑話都收集過 而且我們越安靜 他越享受那個感覺 對 但是他當中也是需要一些慰藉 所以他最喜歡跟純耀講這個笑話 因為只有純耀會笑 對 你今次有什麼寫的 喜悲努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跟妳講笑話 一次講五個 講完之後就走 然後大家都說了 然後過兩分鐘 再來再講五個 純耀聽完這些笑話之後 我們工作的時候 純耀都會跟我說一次 哈哈哈哈 所以喜悲努的笑話 也是純耀告訴我 我是記得了 那是我講的嗎 對對對 原本講我就知道不會有人笑了 所以我覺得很好笑 我最後我就在享受這個尷尬的感覺 其實也不錯 從前置到拍攝期 大概練了快六個月 對 他就一直在練一啊 一直在 還用勇 還用勇 對 他就只練自己的名字 所以練習的是一是不是 對一非常漂亮 他在裡面他真的很會寫 因為他就是 自飄用到我們 那時候要過年 我們都跟他定春典 不良也能拯救世界 不管你的人是什麼樣子的 對 你都有辦法 去拯救世界 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 痴迷破案 不甘平凡 他就是說 他是一個很執著的人 然後他很有目標 然後他一路上都往他的目標前進 然後他不喜歡 讓他的人生過得太平凡 原話怎麼樣 你覺得解千解得如何 就喜歡冒險挑戰 但是我要達成我的目標 很有夢想 很有報復 這個形容如何 原話如何 OK啊 OK啊 想擴大國際視野 掌握趨勢 請訂閱 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YouTube頻道 TVBS 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